美国四年来首度降息 居然台股喷出美在崩盘 哇好多人说 哲哲你这是大错特错 好不准哦 居然降息两码 哲真的错吗 还是哲哲告诉你 利率点正图早就告诉你一切了 还有今天我们的万论 为什么关锦币后 还能逆势的上涨 还有我们的6143日证当中的政要 为什么今天尾盘要偷偷的偷袭 直接往上攻击 几乎说爱最高呢 所有的标股介绍 还有费的美国联总会 接下来的预测到底是如何 台湾股市美国股市何去何从 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荣耀华 今天你不看会后悔哦 观众朋友注意哦 最近诈骗盛行 请务必认明 郭子龙分析师的官方账号 Facebook脸书只要看到赞助标示贴文 请立刻提高警觉 因为这百分之百是脸书诈骗 加入LINE后 先确认是否有银色盾牌标章 还要点选大头贴 只有粉丝人数超过18万 才是真正的郭子龙分析师LINE的官方账号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荣耀华尔街 我是主持人雅雅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四 台股上涨363点 收在22,042点 今天费的利率会议做出大动作降息两码 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跌 台股开低后翻红 全职股今天涨跌互线 后市盘式解析 我们交给经济日报选股冠军 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 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场场爆满 全台湾畅销书排名第一名 同时也是空手道大师 在这一波崩跌4700点 空手全身而退 又在本波段最低点大力进场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郭哲隆投资长 投资长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你好你好 你好 投资长费的利率会议做出降息两码 那么股市真的今天就像投资长昨天讲的一样 先回档后拉高耶 没有错 其实我昨天先回档后拉高 没关系画面给我 放轻松 你放轻松 没关系 慢慢来 我跟你太大压力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看这个大盘的走势 来来来 这个大盘今天 现在快3点了 可能起始要拉高 可是我觉得平常心 所有到尾他就是个区间整理平台一个区间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来我们慢慢看来看 今天台湾股市 正式好像要突破 要填补的缺口 他居然在降息两码这一天 那有人觉得说 哲哲你不准了 刚才还有说哲哲还我钱 我是马英九是要还你牛是不是 以前一个老梗的 不知道他没有听过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其实 这一个在这一件事情 我认为有些投资朋友 好像很奇怪 就是明明投资产今天股票都大获全胜 你看他们都会找点来骂的责 比如说明明就是什么 明明比如说政要 诶这是日政当中 雅雅那天你有没有在 有 演讲有在吗 有我在当摄影师 是不是叫日政当中 正在闪耀吗 是不是政要吗 是 所以你看我那一天 因为政要 因为日政当中 要来参加我的会员朋友们 没有一个是赔钱 我可以很大声说 今天有很多人说 哲哲你不准了 美在 今天跌下去了 可是你到底有没有看我的节目 我昨天有说过 决定他胜负是 降息四码或五码 年底的利益点证图 有没有讲 有 有吗 对不对 我绝对有讲 可是今天很多人说 你今天怎么不准 怎么会不准呢 那是你没有看我每天的节目 好不好 我要告诉大家 你说没有百分之百准 比如说我觉得降息一码的几率略高 可是我也说了一件事情啊 我绝对有说 我说 这是包尔自己想要降一码 可是如果大家都要降两码 是他还是怎么样 还是要随波逐烂 还是不能太明显表现出他的政治意图 有没有讲 有 所以昨天是11比1投票 基本上他也只能投票赞成而已 大家都赞成降息一码 这我都有讲 好不好 我都有讲 好不好 当然我知道有些玩偶是开玩笑的 可是你小心一点哦 姐姐有时候 心眼该小的时候会小 所以还是会 会封杀 好不好 不要乱抱怨 那美债怎么会这样 来 跟着我买美债 哪一个会赔钱 跟着我直接我自己进出哪个赔钱 我现在美债通通是赚钱啊 没有一笔是赔钱的啦 你跟我讲这些东西没有意思 所以你们把美债当股票 难怪人生不开心啊 对 柯次来也过世很久 有没有 这个都没错 我们很久黄火牛 对不对 哦 来来来 这牙牙演讲有在 有有有 他是那个摄影师 好不好 有拍照的 哦 OK好 来来来 今天美债暴跌 把这一季的佩奇跌关了 还倒贴 哪有那么夸张啊 你们这些人都不适合做美债 拜托 如果这些人觉得今天美债 让你很不舒服的 请退出股市 因为全世界最稳的商品 你都受不了了 请退出股市 请退出折粉圈 好不好 好不好 美债跌 今天跌还能买 可以 平均降息的话 20-30%的一个涨幅 好不好 降息两码结果走相反 绝对没有 第一个 我先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来 第一个 昨天 两码以后股市有没有跌 有 今天台湾股市一开盘以后 有没有随即下跌 有 我有没有说先跌再拉 有 只是拉的速度比想当中快 就这样子简单 好啦 那降两码后 我有说过决定美债真正胜负 是降级码吗 我本来说降两码 我说是看年底还在降级码 有没有说 有 要看利率点证图 好不好 今天画质好像变差了 真的喔 怎么会的 我刚才还测试了半小时 有吗 依依 感觉还好 你怪怪的 有吗 小汉有吗 还是变好了 没有 没有 那为什么他说半字变差了 我 这样讲我很难过 我今天测试一块一小时 我快疯掉了 你知道吗 对啊 这个我们今天多花了 我们多花了一两百万 来购置这个东西 你居然说我今天直播 直播化质变差 我要崩溃了 回去先看一下好不好 因为照理说应该是化质变好的 好不好 就化质变好的要提醒我一下好不好 OK吗 好不好 来我借房贷买的 借房贷买的我没有鼓励 可是我今天节目会告诉你 我包包包告诉你 可以来借房贷来买美债 这个是有可能可以的 可是前提是 你不能常常抱怨啊 你连美债都爱抱怨的人 真的要退出股市 我是跟你说真的 真的要退出股市好不好 这花质变就很好 对啊 你知道我会崩溃 来 降期两码 走相反完全没有相反 股市先跌再上符合我预期 第二个降期两码后年底要在降期多少 好不好 画质变得很赤眼 今天变太亮了是不是 有吗 可能太好不习惯啦 对啦 这整点变比较亮啦 太亮了跟我讲一下好不好 对啊 我也觉得画质 真的不好 好没关系 变变太亮了是不是 好啦没关系啦 试一下啦 我们再测试一下好不好 我也觉得今天比昨天清楚 对啊更亮啦好不好 亮一点点可不可以 来来来来 对啊帧数啦 没错啦 因为我们今天那个摄影机 镜头比较好 股市先跌后拉嘛对不对 今天是好怪 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人觉得怪 我们今天投票一下好不好 是呀直接投票 结果今天画质比昨天好的 投一下 结果今天画质比昨天不好的 投一下好不好 OK吗 不太可能啦 光明哲 打官打太强了一点 那这么多人讲 那可能真的要降一下 好不好 因为基本上是要以大多人舒服为主 好不好 OK 不是好亮 是画质啦 画质整个变清晰 这加一点点 一点点 然后一起讨论一下 我都很注重的感觉 头旁边太白太亮了 习惯以前画质太暗了 以前太低低位阶的色彩了 好不好 好了 用手机看比较亮 好没关系 我们再加一点点 好不好 就是有手机跟电视的 好好好 我们现在扯远了 扯远了 我们来看一下 来来来 今天我们来先来看一下 我昨天一定有讲 我们先看昨天重播好不好 先看昨天重播 怎么讲 画质很明显变更好 然后 但可能会不习惯 反而以为画质变差 还是小人不要调 你觉得要不要调亮度 赶快决定 一一你觉得要调吗 要调一点点就好了好不好 好好 没关系 当然可以测试 为了你们看 你们在乎 你看四姚有讲一个公道话 画质很明显变好了 但可能不会习惯 以为画质变差 怎么会有这种结论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重播 怎么讲的好不好 来来 我们看一下昨天重播 来来 来来 你看 给你们看昨天的画质 比较差 来我少跟你讲这东西 我说最重要是利率捡症图 有没有 我说降四码 我说降四码 这降一码 两码 说说 这个是现在在5到5点 现在 说说说 预期降一码 现在在5.25到5.5码 这边是降一码 降一码 降两码 降三码 降四码 美债都已经反应降四码了 重点是可不可以降5码 降5码才喷出去 降5码是到4到4.25 这边没写 可是我昨天有讲 要降5码才喷出去 降5码才喷出去 这点是降5码才喷出去 你不信 降5码美债才喷出去 不信 你看看我昨天重播 我说美债看的不是今天降几码 而是看年底要降几码 因为现在美债早就已经反应降四码了 不然之前美债在涨什么 所以我说跟着我买美债没有赔钱 因为之前早就攒一大段 来 321 我说降5码才会赚钱 321 听一下麦克风 来 这些东西了 所以接下来会看利率减证图 影响美债 要记得看这个图好不好 会公布利率减证图 因为现在市场是预期5码 可是我觉得费得还没有反应 4到4.25有没有看到 只要有预期到4到4.25 那代表什么意思 美债会喷 美债会喷 因为你很多人说反应4码而已嘛 那我现在年底就要到5码那不怎样啊 那不怎样 没有不怎样 直接喷了啦 你看我说降5码才会喷 我说降5码才会喷 我一重复这句话 那实际上到年底点证图就降4码 我先给你重复我尊的话 利率点证图 它会告诉你现在预期 从现在9月的空间告诉你 年底的利率 有没有可能到4到4.25 你看之前这边都零票喔 4到4.25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如Fed Watch的利率 几率表这边来告诉你 真的又降5码 可是现在 其实很多人说 哇 已经price in了 已经降息4码反应了 好啦 那现在如果 那5码没有反应吧 今年就5码了 那它会先反应到明年的6码7码 你懂吗 所以如果今年利率点证图就暗示你 到年底会降5码的话 就到了 美债会喷 所以重点美债是看这个 不只要看降1码2码 看这个利率点证图更重要 因为它显示的确是未来 我说降5码才会喷的喔 不是只看今天这样行 一码两码 昨天没有认真听 所以这就是专业财经分析师的重要性 只有我能告诉你这东西 来你看 来你看 所以昨天 昨天 应该说今天早上一堆网路上 PTT也好 D卡也好 好多人在讨论说为什么美债跌 第一个你心太浮了 第二个美债跌就是市场 因为FED告诉你 它要降4码 而不是5码 来我们看一下点证图 来来 最新的点证图 6月的时候估只降1码嘛对不对 对 这是第一点证图嘛 9月 我们降4码 9月估降息4码 来来来来 在这边而言 降息4码 有没有看到 好你看不懂没关系 我直接用 在本来降1码嘛对不对 最多人投票是降4码 有没有看到 降5码的人只有一人投票 有没有看到 有 所以中位数在这边应该年底怎么样 还会再怎么样 降 才会再降 这本来从这边降到 从5.25降到5.5 再降2码 你今天 今天不是公布降2码吗 年底再降2码 总共4码 没有是吗 好没关系 新闻直接写啦 来自由时报 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4年来怎么样 首鉴 美国联准会 美国联准会宣布降息2码 预估年底 再降2码 我们 要降 我们讲标题就一次把它讲完好不好 好 美国联准会 宣布降息2码 预估年底前再降2码 好 2码 再2码 总共降息了 4码 你看 他说要提供点证图 有没有看到 一口气降息2码 提供粒粒点证图 有没有看到 有 然后预估今年年底再降息2码 不就是我刚才讲的4码 我说5码才会噴啊 4码就没有了 可是4码虽然没有 来 我再给你美债的好消息 这最懂我的逻辑吧 粒粒点证图 废的 现在 已经9月了 他还跟你说 今年只降4码 已经反映2码 那剩下只剩下2码 可是 原本的价格 原本的美债已经反映降4码了 不然前波怎么涨 而且我昨天告诉你啊 原本美债已经反映降4码了 对 有讲我刚才从不过讲嘛 有 所以要5码才会噴出去 可是他就是 结果他居然利率点证图 还是给你4码 那当然先跌 可是好消息是什么 来 他完全不理他 好不好 完全不理他 有没有看到 降5码的几率 实际上应该是59 这边反面还有 是要 又要把这个 6码的几率写上去 因为 来 因为 降 这边有降3码4码 加起来才41 1-41%大概是59 我有58%以上是降5码 所以虽然 费得是告诉你今年降4码 已经降2码 会再降2码 可是市场告诉你怎么样 会降5码 所以到最后谁说了算 市场 应该说一起说了算 一起说了算 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当初我说可能会降1码 可是昨天仍然告诉你会降2码 有时候好像有人先知道 所以这个会蛮准的 那 最后谁说了算 数据说了算 所以今天台湾股市涨 你也不必太开心 昨天跌也不必难过 我昨天没说过 不用因为旗子结算 下跌而怎么样 难过 也不必因为旗子结算 拉高而怎么样 开心 都不需要 所以今天只是把昨天下跌拉起来 就很简单 它还是一个区间整理平台 很正常 还是得要看今天晚上8点半数据 因为你现在拉起来 甚至小纳斯达克今天拉起来 是预估是走软着陆 来我们可以讲软着陆这一块 来 来我再讲一件事 今天会跌是因为 FED的点证图是告诉你 今年只降4码 已经降2码再降2码 可是 所以 所以美债先跌了 因为我早就反应了 可是市场 从头到尾甚至几率更高 还是会降5码 等同于还会再降 还会再降3码 所以最后还是会反应这一块 还会降3码 然后晚上呢 还是会公布什么 那个 这一个 来 出领失业金的人数2-3万 思瑶跟恩典帮我看一下 是不是预估值还是2-3万 如果高2-3万 不好意思 你会把现在小纳斯达克跌的1.4% 全部突出来 你听懂吗 如果第一2-3万 那代表今天涨得有道理 明天可能会续墙 可是再墙上去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 还是区间整理平台 涨多了 还是会拉我一些些 可是 投资庙 参加我会员大多数 没再吃点心而已 真正的主差是什么 股票是什么 日证当中什么 正要 日证当中正要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来来 日证当中正要 来来 来来 日证当中正要 来 所以来看一下 昨天 有人觉得 2-3%觉得好 2-3%觉得差 差吗 诶 我今天 所以 你今天不用难过 为什么难过 因为刚才准备很多 我就赶快不要让他讲 因为我怕他太紧张了 你会发现到 我准备了一小 我们刚才准备了半小时 我昨天晚上 小孩我们昨天晚上 还准备了很久 然后我们昨天还请那个产商 我还请他喝酸月的鸡摊 我们昨天 我昨天几天还走 小孩 快12点多 你是快12点吗 我是9点多10点 对不对 你是快12点多才走 搞到现在你看画质还是差 还有人觉得差 所以有时候努力就是这样子 可是你一直努力你就会发现 就是你现在努力 看起来会沮丧 可是没什么要沮丧 这则失败的地方 比你更多次 明明今天股票赚钱了 可是还是有人批评我 所以偏常心 好不好 好 偏常心 你现在还是太紧张了 慢慢来 这种一天只要持续努力 努力不是只能努力一下子而已 很多人都努力一下子 我努力啦 所有放弃啦 没有这回事 我还持续穿 我一定把坏值穿到最好 好不好 持之以恒 持之以恒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镜头 好来我们来顺便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来看一下这些东西来 来 来来来来 好了可以投票可以结束了可以结束了 放松放松放松 对不对 头发可以绑起来 我再看 美在哪怕哪会怕赔钱啊 比定全安全的东西没有错啊 什么性感这什么频道还写 好啦这撑住 欺负 不会不会 不会啦 美女都不会乱欺负的好不好 说画质不好 应该同样派来黑泽泽 也有可能 应该画质比较好 画面比较暗 又比较暗 我头好痛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测试一下 泽泽比我好亮 好奇怪是每个人手机不同是不是 一一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没关系我们要测试一个 应该是一个最大功悦数啦 应该让大家觉得 应该 可是问题是 理论上是不要让有人觉得不舒服才对 感觉快哭了 不会啦 不会啦 不会真的 不会我觉得他蛮耐操的 对啊 来喔跟大家讲 泽泽气质太强 对啊 要看镜头 好啦好啦 欸 不要讨论芽芽了 讨论我讨论我 没有什么问题 芽芽会讲诚语会啊 芽芽 起之以恒啊 起之以恒 对啊刚刚有讲 芽芽学语啊 有没有这个诚语有没有看到 芽芽学语 好啦很冷笑话啦好不好 好来来来先跟大家讲 美债降落循环 美债可能涨30% 还是以今天美债的价位 是进入向前循环 进入向前循环 可是这不一定准啦 因为之前降向前循环 之前会涨10% 今年也没涨 也没涨啊 那么多才涨3 4% 又吐回来了 好不好 可是 怎么样都不会 理论上 怎么样都比你放定存好 好不好 OK吗 这跟大家讲 来来来 好啦好啦 你们在讨论这个我不理你们 来我们来看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积电 一样我认为台积电 越靠近1000元 你要先走 然后下去1000元 再怎么样 下去950再买进 就这样子 好不好 950以上可以找个点位 靠近1000元就可以走 那现在这个台积电很漂亮 站上季线 为什么站上季线 你看台积电是首速站上季线 所以台湾股市基本上1962点 你们要开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好像有人不开心 我也不太懂 感觉都不是我粉丝 为什么 因为6143 正要 演讲所有送的 所有因为演讲而来的投资朋友 全部都赚钱 投资朋友你们去回味一下 你们去回味一下 画面给我 我在演讲的过程中 是很多人怎么样 很多人 很兴奋 很崇拜我 结果演讲不到两个礼拜 说哲哲你中的演讲的股票 怎么不够强 哲哲参加理会员的股票怎么不行 你懂不懂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看一下 等一下 这些声音 很崇拜我 结果演讲不到两个礼拜 说哲哲你中 你看这些这么多人 看一下 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这就鸦鸦 有没有 有没有surprise 很丑 这很丑 这眼神死掉了 对眼神死 这个 有没有 找找看他在哪边 小杭在哪边 找威力在哪 小杭就拍摄的人 小杭是拍摄的 对 对 好 来 是呀 很丁 来 你看这边 你看他认真会到 那你唱看很认真 你能看到 来 这么多人 来给我拍我 那你看 那时候我演讲送股票 不敢说百分之百啦 可是都 理论上都有让你 赚钱的机会 好不好 你看这么多人 超多 这么多人 排到一楼 对 还排到一楼 你可以坐证 而且赶走很多人 真的 也被赶走举手 好可惜哦 可是你因为这些演讲而来的 而且 这个有几条隔壁厂去的 有几条隔壁厂 有些人直接被赶走 那这些人全部都知道 我要 怎么样 准备带会员进场 日证当中 全部都赚钱 我这件事 只要是会员 因为今天 因为演讲那一天 3000人演讲 而现场加入的会员朋友们 而买进正要的 没有一个赔钱 对吧 刚才有人一开始说 哲哲不行了 哲哲你不准了 我是真的是因为 我现在不想要秀最大的 你到底知道我没在赚多少 我已经先获利入到1500万 我再看一下 不要让他们看一下 我跟你讲的 的确 我本来是300多万 像兔一半的 兔赚150 还是赚钱啊 你觉得很好笑吗 就这个过程中 来哦 我讲这个 整个走势 来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当分析师很好笑 就真的没有 你拿 我只给你一句话 你拿我的标准去看别人 对不对 还原除旋席 这还原除旋席 不要看这个价格 因为还原除旋席 除旋席 除旋席也要赚钱 等于我现在赚的是除旋席的钱而已 没有关系 因为大概赚150万 扣掉126万的利息 大概100 我这边买 对不对 没错吧 这边卖掉 卖在历史最高点 之前历史最高点 然后这边的买进 买进哦对不对 上去有赚 好厉害 你是神 下去 投赚你是随神 上去 哎哟 投赚好像这次不错哦 下去你是随神 上去 哇 投赚谢谢你 你赚300万 我也赚30万 哦 投赚你好烂哦 到底哪里烂 我这边在赚钱 到这边 你们这写是什么 你听懂吗 还是赚啊 还是赚啊 重点是 我一开始成本在这边 在这边 这边 最低点 历史最低点 如果不是历史最低点 那天有进场买 1000万以上的美债 我下台举高 太强了 谢谢你啦 只是我觉得 有些人都爱念 可是这个爱念 不是我们频道的粉丝哦 好不好 来 我再跟你讲 这只要成为台湾第一位分析师 你不能看任何财经网红 你看任何的 主播 我财经主播 任何的分析师 任何的网红 都没有人YT可以第一个率先达到50万 我要达到50万的 因为我从来不休息 我老实跟你讲 本来有个订阅人数 我不知道针对谁 因为我变人批人家 本来赢我的 现在我已经要赢了 就是因为这次从来不休息 就是因为这次很变态 我以要求每一个人 我以要求我自己 做每一件事 就像你刚才说灯灌有问题 我当时回去我们要开会 参论小孩 因为你们讲灯灌有问题 等下后来再念他 他今天晚上要三四点睡觉了 凌晨三四点 这个灯光我也觉得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有点不均匀 可能刚才临时改 可是我们刚才测试很久 是因为直播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不是每个人可以这样开放直播 然后要 要导播 要那个 是不是 你问芽芽知道 你不觉得 你觉得昨天福利社是表现不错 昨天福利社对 昨天福利社表现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一点 你有发现到直播跟 跟预录 节目的压力差很多 完全不一样 差几倍 差10倍 差10倍以上 真的 所以真的 所以你看 哲哲还是接受直播的挑战 好不好 我觉得你没有办法 这个都要去对时间训练 好 完全不能NG 完全怎样 不卡NG 就完全不能NG 而且一想到不能NG 你开始就结巴了 我刚开始结巴了 马上把你拿回来 我先讲话 好不好 好 OK吗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都是一样 所以哲哲都很追求完美 都是一样 我还在讲一件事情 一开始 有人说我选谷 哎呀 你选谷比赛行不行啊 不要每天讲整停板 哇 是不是哗众取宗 不是 结果参加巡谷比赛 打破经济日报 高挂十几年的巡谷纪录 95% 再不行 120% 再不行 188% 除了有人闭嘴 又同业化身为网友 中山我 哎呀 投赞这假的 这不是真的钱比 我砸真钱 然后砸真钱的时候 那时候买台湾50 还有人笑我赔钱 买在一万两千多点 我还说一个月内涨一千点 好 那时候才有人闭嘴 怎么变一千多万的 然后这一波更夸张 我美债卖在最高点 卖这边 卖这边 这一波 然后瞬间赚一千百万以后 马上 换零零五零 换在最低点这边 然后一个礼拜的时间 赚一千万这边走掉 这边走掉 赚这一千万这边走掉 然后再换刚才美债 还是有人练 哎你怎么不想想看 我这一来来回回美债换成 台湾50再换成美债 赚两千五百万 啊这时候 还是有人 你是爱粉丝的人最多 啊还是有人 这个YT订阅的数评多 我就是要赢 我要告诉你我各个地方我就当第一名 就是你怎么赢 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 你懂不懂 钱我已经不能满足我的快乐 你听懂吗 如果钱能满足我的快乐 我第一件事要退休了 因为钱真的够用了好不好 所以你要从泽泽的奋斗史告诉你 泽泽是很变态的要求自己 一定要提供最完美的股票给你 你得要认同这句话 你才要看我节目 你不懂这句话那不好意思 那我很难过我很沮丧 你也不适合我的节目好不好 那你只好去被诈骗其他人骗 因为我这么认真就看不出来 我也没办法好不好 真的 泽泽旁边的白色 好啦这可能太瑞丽了好不好 泽瘦我说没错没错 来来 古神显霓谢谢你 好不好 一家要喷了 变态之神 泽泽可以谢谢你 直播万人大台 对啊 你看看我今天直播的都要出来 现在47.3万了 要50万了 好不好 50万来送 送月饼吗 不行 月饼要过期了 月饼全部送完 你送什么 送南瓜 送南瓜 为什么送南瓜 我们有万圣节到 万圣节 对 好 ok 有些人不一定会吃 南瓜是要吃的吗 没有 来我们跟大家 来桌子快坏掉了 动物生产经你们直播万 我直播最多快18000了 我们不需要跟电视台 其实 其实基本上我们要针对谁 我已经阴很多 电视台了 谢谢他们 谢谢他们 不是谢谢他们 他们其实也常常找我 可是 我不想要再讲下去 我变成电视台跟投顾的一些事情 我就不要讲了 好吗 没事 来 因为我不想批评别人 来 上新的官 谢谢你 谢谢你 世界纪有没有赶高预期 这个我没有预测 我只告诉你 他愿意降行两码 是不是他看到了什么 可不可以看的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我觉得你们怎么今天会想追 所以今天我有做空单 有流餐 我老实跟你讲 像被小嘎 OK吗 上次你吃维他命什么牌子 我才知道 吃维他命就好了 不一定要什么牌子 好不好 OK 後面白色服 以前就有直接色彩太锐利了 好不好佛观 信哲哲等永生 好不好 不信哲哲 永不仁 我没有开玩笑 我从21万订阅人数 然后一路看到50万 哲哲很强 很变态很努力 真的真的好不好 50万送发财利 本来就会送的50万 专心静下来听哲哲的分析 真的啦 我昨天明明就想见五马 重点是利益点证图 我还说我少讲这个东西 我还跟你道歉 是不是 哲哲是你要求自己的 不要没听清楚重点 不加入会员 真的真的你讲得很对 才要抱怨一堆 感谢哲哲为大家尽心尽力 参联不休 真的啊我都该讲的好不好 每次要一直跌 每次要赶一直跌 就利益买 我现在买一杯1 每次再跌 我再丢个几千万 我是认真的好不好 那你知道哲哲还有钱 好不好 丢了以后 到时候可能就 就赚两三千万了 那没关系 那又可以捐一台救护车 刚好每年捐一台 刚刚好 在40年下去 退休前 我应该可以捐个40台救护车 你看信哲哲很棒 就是你们到时候 你们的比赛是 我人生撞到4千万 我跟你PK也是 我人生撞到40 我捐了40台救护车 捐了一亿多 我很开心 真的啊 我是跟你说真的好不好 是更大 慈善家 你知道吗 慈善家 不敢在家 没到慈善家 我才捐一台 前年捐三四百万 有两百万是公开台面下 私底下捐更多 好不好 对 现在身材几少多 对啊 也有点变半 我现在激动 现在手臂蛮粗的 我说老实话 好不好 你看得出来吗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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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踢下台 踢下台 開除很少就開除這件事情 好不好 測換了已經都已經CO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沒關係我們講話你要講話要講話 要準確 要讓人家聽得清楚 好不好 不讓人家聽不清楚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新日新 那這是再來除了新日新以外 我們來 看一下6187 越關越大條 關到什麼時候 記起來大家記起來 關到10月4號 這怎麼關那麼久啊 關到10月4號 你看 越關越大條關到10月4號 這關掉了以後我股票怎麼賣 1500多張不好意思還是有成交量7億 7億夠賣啦 好不好 所以你看我的股票有價有量 還一直噴出去萬潤還一直噴出去 8月營收6.78億 再創 創立新高 我這最高賺的28% 看一下 沒有量對不對 急速量減 不是量說的 不是量說的主因是會被 被處置了 跟這邊被處置以後 先下後上 這一次而且被處置一路軟散 這是被處置越關越大條 我昨天是不是有說過 所以你們都節目聽一半 我昨天是說萬潤昨天出場點跌 星雲長還跌 昨天星雲是暫停板 昨天有沒有講 有 星雲長停板 星雲長停板為什麼 這是COVAS AI 台積電資本支出相關概念股 所以今天 星雲去漲 然後重點是龍頭是誰 是6187的萬潤 所以萬潤短短的一個禮拜的時間 會員朋友們 開開心心 來看一下 股票我有信心啊 期貨有時候 說實話期貨大概有時候有賭的成分 有時候說30%到40%有賭的成分 你要能承受這個壓力 可是股票有時候犯久了 其實就賺錢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期貨有壓力 有風險我都一定告訴你 好不好 來 幫我念一下 來 6月19號 來 9月19號星期四 9月19號 對來 恭喜6187萬潤 股價淨儲置 越觀越大為 今天收盤再創歷史新高 最高已經賺了27% 手上持股 獲利續報 手上持股獲利續報 9月19號 好不好 9月19號來 這是9月19號6187的萬潤 有沒有看到 這個我都預告在前面的 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來 這個再噴出去了 有沒有看到 很漂亮 還有6143 的正藥 今天很漂亮 你看 再一根就噴出去 而且 正藥我昨天講過 我說正藥會 領先 益家 我昨天講這句話 很恐怖 我昨天不只預測 從星宇預測萬潤的走勢 我還告訴你 正藥 會領先益家 所以 可是我昨天益家是什麼 是 沒辦法 是被拖累 被大盤拖累的 可益家再一根就噴出去了 我 都是選什麼 真正 基优 的股票 這是正藥 直接噴出去 來看一下我們正藥的 簡訊 恭賀字卡 我們念一下全部好不好 9月19號禮拜四 要提醒他今天 給你美女 來 恭喜6143 不是你要講 9月19號禮拜四 恭喜6143正藥 股價已經連4漲 今天急拉尾盤大漲超過6% 準備再創歷史新高 手上持股 獲利續報 好 你們要像coco一樣 所以你的影片我們要多看一下 我都有強調 9月19號禮拜四是今天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日期 來我再重複給大家一次 9月19號禮拜四 就是今天簡訊 今天簡訊 要記得 好 恭喜 6143正藥 股價連續事先上漲的 今天急拉尾盤大漲超過6% 準備再戰 準備再戰歷史新高 手上持股 獲利續報 所以 這是9月19號禮拜四的一個簡訊 外面打雷 對啊 打這個雷很不錯 我以為是要幫我鼓掌你知道嗎 來 禮拜四的簡訊 就今天 噴出去了 所以 我不知道 今天有什麼難過的 等一下 賺錢 少賺 少賺難過 我跟你講 你這樣人生 這樣很悲哀 對啊 好不好記得一件事情 不要這樣想 而是這一波 到底 只能不能讓你賺錢 才是重點 真的 你要像我這樣很豁達 看好整個越豁達 越捐越多錢 反而越賺越多 反而會員人數很多 我還是要講一下 我歡迎各個 其他投顧 的分析師 怎麼樣 來驗證 我的話是不是 對的 我絕對是業界 分析師 會員 收入最高的 我在告訴大家 一直打破我這投顧 幾十年的紀錄 我想是實質的 因為現在這個數字傳出去的 可是他們像是那麼認真 昨天雅雅你可以親口看到 入籍啊 入籍 真的 入籍啊 然後晚上還在跟人家 對那個螢光幕 還對這個 對光 對新的機種 然後對花一百多萬 結果你今天剛才說螢幕太亮了 我快崩潰了 等一下我要再錄影 然後還要再開會 最近公司還要搬家 還要開會 開一堆會 真的是 等一下還要捐血 有捐血 對因為剛好今天公司下面有那個救護車 有 只是剛才好像忘記帶證件的 而且要錄影的算了算了 好啦扯遠的 多做善事 善事就會回饋到你身上 好不好 當然 重點是 也不 有時候你也不一定要抱著回報的心 你反而更有 更有回 更有 更有收穫 更有收穫感覺 對 我喜歡這句話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 所以盤氏已經告訴你了 還是一樣區間整理平台 你不要搶太多 可是 不會再破19662點 好不好 來今天印象怎樣 今天印象很清楚 可是有人說畫面太亮了 壹家為什麼長不起來 怪怪的 沒有沒有沒有 不要這樣覺得壹家 經查看一下 來 是因為打雷嗎 有可能打雷的時候有可能網路會卡卡的 是你家網路比較差一點 畫面會燉 應該是 應該是 有時候打雷會OK啦 昨天有說要分析自行商賣燒狀況 你就是 賞物再買啊 就賞物再買啊 好不好 好不好 就賞物再買 好 訂閱人數到50萬可以穿吊嘎背心 我現在手更硬 不要 其實最近有點變胖 我會想看 你想看喔 對我想看 我們 不是牛肉廠啊 我們是要讓你偶偶看得到 偶偶看不到 這才有賣點 好不好OK嗎 小漏一下 小漏一下 謝謝你 某其他分析是說緊縮談操作 那個哪一位我也不知道 不是重點啦 好不好 指責頻道先 focus在我身上 好不好 指責選股也會 現在大幅斬幅斬假的嗎 不要說斬假的 來 今天只要 今天如果高於23萬 今天 今天23萬 比如說今天高於23.5萬 23.4就夠了 今天那個小納斯達克現在 走勢大概 是要給我小納斯達克的走勢圖 截圖給我 那 基本上我看是涨1.4% 那他就會吐掉了 為什麼 因為代表今天早上 疊的是假的 代表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我 今天絕對不能高 因為代表市場會覺得 是不是有衰退的疑慮 這件事 是不是廢得看到 I see the ghost 我看到鬼了 我看到衰退的鬼了 我看到衰退了 所以我才降兩馬 你聽得懂嗎 就是 大家怕是不是軟軸路 是硬軸路 你知道嗎 可是我跟你講 真的硬軸路我又不好 因為我今天等於 我今天漲的股票 有些股票會白漲 那我到底 我要展美債 然後展美債以後 又有人說美債你好厲害 投展你股票好差 每天都要被人家罵 真的 這就敲敲個板 可是我告訴大家 我沒想知道這個會不會高 可是他今天不能高 比之前更不能高 因為甘江王 甘下行兩馬 有跌破一些人的眼鏡 你聽得懂嗎 所以代表是 如果匠行兩馬 是不是他看到這個鬼 他看到匠行的鬼 他看到匠行的鬼 這個鬼是ghost 還有軌跡的鬼 看到匠行的鬼 看到衰退的軌跡 看到衰退的軌 是衰退的軌 那 這是危險的 聽得懂嗎 23.5 不要23.5萬 太多人再不好 如果之前多個5000人 還不一定崩盤 今天丟5000人可能會跌 好不好 希望不要這樣子 好不好 記得我整個講的邏輯 來精彩的買 都還能買嗎 小那漲1.5% 來我們看一下 大盤 加權指數 17點 現在被小嘎了一些 波段是要斷了 來 所以現在漲1.55% 所以今天我大盤講得很清楚了 對自己嚴苛對別人很認真都沒辦法啦 好不好 其實我還很擔心 今天債券 一如晚上噴的我覺得還沒有買夠 對啊有心情趕快買啊 有心情趕快買啊 好不好 酸打鬼 50張DM 13.5 好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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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沒有 今天瓜哥人數互多互少 好不好 對喔 這叫有說是不會降低 可能是網路的問題卡卡的 好不好 包牌斬鐵都一邊斬 不是 我是 我是不能算包牌 如果你真的要包牌 那你要看一些老頭顧啊 我股票很多嗎 講這個話真的很沒水準 你應該不成不解說我包股票跟包 包債券怎麼樣都會被人家罵 對啊 喔來 問新冠金不用問了啦 不用問了啦 我跟你講就算併購不會那麼快 所以溢價都差不多了啦 你現在我跟你講 溢價都差不多這樣子了 不用問了 你漲到頂多 你今天會拉起來 真的不用問了 你後面賺的錢很難賺 你後面新冠金會漲 只有一件事情 第一個 要 要什麼 要台新金 能併購完新冠金 要大家答應喔 還要答應喔 答應完以後 台新金股價要拉才行 因為你併購要等待可能半年一年 要很長的時間 你聽懂嗎 聽懂 聽懂嗎 所以 接下來他要拉起來一定要 台新金 因為他以後股價會連動 併購完以後股價連動 那現在 現在不跟中新金連動所以股價跌 他頂多跟 台新金連動 你聽懂嗎 聽得懂 以前是中新金要併購新冠金 大家覺得這個價錢比較高 所以跟他一起連動 現在中新金要併購新冠金 被否決了 所以只會跟台新金 台新金連動 可是台新金連動的前提是 你股東會要通過啊 就在股東會之前你都在賭 不如不要賭了 我今天講得很簡單很清楚很輕鬆喔 日本亞洲日曆 沒有什麼問題啊 好不好 晚安小姐 mine now 那是你們喜歡 我這邊有很多 歲數 四五十歲五六十歲 你家那些沒有用啊 好不好 這麼粗 我粗 還可以啦 還可以 還可以 謝謝你 好來來 緊縮要等一個紅K好 我看一下緊縮一直講緊縮 來來 緊縮 緊縮你說 會不會 他看起來下降趨勢 下降趨勢 下降 下降趨勢線嘛對不對 你這邊有一個三升趨勢線 三角收斂 這不是剪情形的三角收斂嗎 對 點線三角收斂這邊噴噴噴 翻向出去的就噴出去了懂嗎 那領先上不會下去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台股是往上走的 懂嗎 懂 這件事 這是三角收斂 很明顯啊 有沒有 當啊當啊當啊 等啊當啊當啊震撼噴出去 太陡了這樣噴出去 大概這邊就會噴出去了 好不好 OK 有沒有 還在等還在等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今天太卡了 今天會卡嗎 直播卡嗎 跟直播機關係有關係嗎 是雷嘛對不對 不是直播機 你看我們都要障礙排除好多問題 對現在大家有卡了也是你們的網路好不好 還有我們網路也有差啦 OK嗎 卡爆了卡卡卡卡的 懂之懂之懂之 那個 現在已經一夜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 我接下來要報 一張股票 沒有剛才不是卡的我故意玩大家的 好啦 真的很討厭 好啦開玩笑 剛才有沒有感覺卡卡的 剛才不是 剛才是 人工卡的 好不好 好啦 有趣一點點啦 沒有卡 投了 投了 主持人 沒被折擇看 不要這樣說 因為那個 那個 雅雅 剛才有人講 因為雅雅 已經在 已經 先 內部卡位了 好不好 不好意思 好幼稚 好好玩喔 人工卡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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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雨 我回去我再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 沒有辦法 因為主播都只有一個啦 好不好 好幽默 謝謝你 3374精彩 看整個節目不覺得比較有紓壓嗎 看別人 你看 你找到哪個分析師真的是每天可以錄那麼多集 然後做那麼多事情 是不是 我其實 我跟你講 你們不相信我其實今天4點多我要寫文章 上午你們看一下 4點16分有沒有看到 有點視力調查了 看得到吧 可以看得到 上午3、4點的時候 我只是那時候不想寫 不想寫文章 錄音給他們聽 你知道嗎 剛剛講今天要寫什麼東西 對啊 畫面給我 所以哲哲是真的很認真在做事情 好不好 來 那精彩這看起來也有機會噴出去 為什麼因為萬論到噴出去的 現在幾分 45了 差不多了 所以今天結論 我跟你講今天漲真的也不用開心 今天跌 昨天跌不用開心 今天漲也不用開心 平常是新 可是股市你會發現 環步向上 他繼續環步向上 獨付缺口啦 可是我一下子直接噴出去 我認為也不會 因為市場還是沒有figure out 還是沒有了解 不好意思有時候落英文討厭 還是沒有了解 了解什麼 了解到底是 軟性的衰退 到底是軟軸路 還是硬著路 到底是景氣衰退的硬著路 還是說通膨自然的下滑的軟軸路 還是沒有了解 所以今天的8點半還是重點 好不好 記得這東西好不好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萬任儲治 江西都講的正要新日新 雙紅 昨天有人說雙紅怎麼看 我說雙紅噴出去 雙紅漂亮喔 你知道什麼雙紅買嗎 從頭到尾為什麼買雙紅 因為他跌很兇 965的股票跌到488元 有沒有看到 有 除以2嘛 剛好除以2就這個價錢 好不好 差不多這價錢 所以你看跌了50% 那跌了50%對不對 如果488元 到965元是漲多少 跌50% 漲呢 漲100% 好特別喔 芽芽記起來這件事情喔 跌50% 是不是 965放到488元是不是跌50% 可是我488元買了 再漲到965呢 漲100% 漲100% 所以我很簡單 我要求不多 我賺個50%就好了 到中間這邊就好了 很簡單 你懂嗎 所以這個邏輯很簡單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的公告簡訊在跨界 真的今天是很開心的一天 不開心的都是 不聽我的話 不照我的操作 不按表操課 不相信哲哲的人 來 請買進 3324的雙紅 掛在508元 在那時候台灣股市大跌4600點的時候買進 今天賺了24% 手上持股獲利續爆 你要就這樣分析師 我們不要去撕花馬後泡 這沒有意思的好不好 都平常心 今天要想管答 洪海 今天也是平常心 管答洪海拜託你 管答可不可以沒有200塊不要問我 看法好不好 200塊以後我在考慮出掉 原則上是這樣子 原則上 不能偷偷全部跟你講 也是一樣管答你可不可以不要想那麼多 200元以上再說好不好 300元以上再說好不好 這更大 那今天 投信自營商 等一下 畫面給我 等一下 今天自營商賣超60億 這不太好啊 為什麼自營商賣超60億 你知道什麼嗎 代表是 自營商 很多 很多人 賞戶逢高反而賣 所以你看賞戶也是 把ETF做短的 所以這些不論對貨有錯 幾分 是吧差不多要結束了 Hunter要提醒我們了 今天字幕打不完 所以今天不論對貨有錯 我很多都預告在前面 你去想看人家鄭芬醫師 來看樣子 看樣子我們實戰的 你看 起貨 空單流餐 貝嘎 賺錢你也要恭喜我啊 是股票會員很開心啊 政要 持股會理續報 所有 參加演講的那些3000多人裡面 因為演講而參加的會員 去買政要的買日政當中 正在閃耀的614張政要沒有一個在賠錢 我跟你講這個如果造假早就有人 早就有人 早就有人去封殺檢舉我了 有嗎我不需要講這種謊話 我幹嘛講這種謊話 那是沒實力的人才需要做這些事情 我就算賠錢我下次再贏回來就好 更換我每講的每句話都實在的話 萬人賺27%有沒有看到 再賺錢 雙紅也是賺24% 新日清今天在拉進去 再賺錢賺16% 你要是這樣的分析師一直漲 一直漲的股票 一直漲 一直漲的股票 6143 一直漲 一直偷拉尾盤的股票 不論對我有做一切 一切一切我預告前面 去想看你要是這樣的分析師 歡迎來電下旗 080668085 或加我LINE 私訊我來看清楚 怎麼樣加我LINE 怎麼樣的私訊我 我講的非常清楚來 點手機標題 來點標題手機拿直 這邊點連結以後對不對 今天標題叫做那個 費的降息號碼對不對 真的是美在噴股市崩嗎 真的是 股市噴美在崩吧 點完標題以後 就我的LINE連結跟TG連結都要連 加LINE以後對不對 記得一件事 不要亂加臉書 臉書有 寫贊助的100%是假的 不要再LINE我問我是不是假的 那 點我以後 點標題 那加我LINE以後對不對 這邊有寫小小鼠178 直接點連結比較快 畫面給我 這邊有小小鼠S178 重點是沒有盾牌絕對是假的 有盾牌 還要再點 我的照片 好友人數如果沒有19萬人絕對是假的 詐騙集團 都是 連好友都沒有 他是個人的 個人的LINE 那不是什麼 這種盾牌的 是LINE AT 不是LINE AT 這種公認盾牌的 好友人數也沒這麼多人 那都是假的 哲哲沒有什麼一個人私底下認識你來我們來交友 配對 沒有這沒事 哲哲要幫你報名牌 沒有這些 私底下不會給你做這些免費展 好不好 只是沒時間 所以不論對我有做一切可以預告前面 恭喜今天萬論 拉上去 恭喜今天 政要拉上去 只要是參加演講的粉絲們 參加會員的粉絲們 通通是賺錢 每一個3000多位都是做見證 從那時候到現在 所以歡迎南小型080668085 或是加有LINE私信 我說哲哲 我要跟你一起賺大錢 我會竭盡我手人來幫你 賺大錢 明天見 拜拜 拜拜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通通都假冒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滿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喔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